两年没见面 好像老了十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了的时候 他就想病 这个地方痛 那地方痛 就常常上医院 病一段时间 他就想死 结果真的死了 都走了 很多同学朋友都走了 怎么会走得那么快呢 思想不振 想外了 这些老朋友看到我 好像我没有老 为什么没有老 从来没想到老 今天想着金本 我要怎么样跟大家来解释 把金本里面的东西 讲清楚讲明本 从来没有想到老 年岁是年年增加 但是真的是不老 心境上说得很好 色界是空 空界是色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他把那个空 代表自信 我们用电视 我们用电视屏幕 电视来打比喻 空是代表屏幕 油是代表里面的频道 显出的色 色界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不一就是一样的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能执着 空也不能执着 一执着就错了 两边都不能执着 你才真正 其辱 境界 那就是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真切辱境界了 不执着就切辱了 这个辱 辱的浅不深 为什么 你不执着了 可能你还有分别 这不分别呢 那入的就更深了 到不起心 不动念 就全部 全圆满的 进入了 圆满的是佛 深入的是菩萨 潜入的是阿罗汉 阿罗汉 菩萨佛 是佛教里头 用现在的话 是学位的名称 你其辱实相 浅身不一样 都入了境界 那个佛 就像波斯学位 最高的学位 菩萨是硕士学位 阿罗汉是学士学位 真正其辱 这叫学佛 没有其辱的时候 那在佛门之外 怎么样用功 你没有拿到学位 拿到学位 才算是佛的 真正的佛弟子 摄加摩尼佛的学生 怎么拿到学位 放下就是了 你都肯放下了 放不下不行啊 为什么放下呢 因为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那真的就不必放下 假的 身体要不要放下 也要放下 假的 为什么 它有生老病死 它不能永恒存在 佛法里面讲真假 它的定义 它的标准 真就是永恒不变 这是真的 只要它会变 都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动物 有生老病死 假的 植物 有生主一灭 也是假的 矿物 那这星球 它又沉住坏空 那也是假的 所以凡所有相 都不是真的 我们看到 夜晚的天空 看到无量的这些星球 无量的星系 都是沉住坏空 都不是真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它就跟电视里面的 屏幕里头显的现象一样 你别以为它是真的 全假的 那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大乘教里面 这个道理讲得深了 是我们意念当中产生的 什么叫造物主 造物主是念头 你不起心 你不起心不动念 宇宙 里面 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 念头才一动 物质精神现象 就出来了 真的 好像我们电视 屏幕一样 我们频道没有打开 关闭起来 它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佛家讲的 长级光景图 念头才一动 画面出现了 那就是石宝图 如果加上分别 那就是四圣法界 再加上职责 就是六道轮回 这些概念呢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你在这个世界 就生活很快乐 佛法里面讲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个发喜不是外面刺激 不是说 哎呀 你又说遇到什么喜事了 发了财了 不是 你这个不相干 毫不相干 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论语 你看头一句话说 学而实习之 不宜悦乎 那喜悦 那是发喜 佛法里面讲的就是 你在佛法里 这个是 修学习得受用的时候 真欢喜啊 从内心里 喜悦往外头流啊 真欢喜 这叫发喜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个欢喜啊 是我们家人 养生 养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 古人将一句话说 人风喜四 精神爽 一天到晚 欢喜 他怎么不精神呢 他怎么会不健康啊 你切入这个境界 你会把年龄忘掉 年龄忘掉 你就清纯永住啊 你就是 年龄往上涨 这不老啊 这真的不是假的 人怎么会老了 到了五六十岁了 老了 他天天想老 他一想老 真的马上就老了 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 是退休 我过去好多同学朋友 在工作的时候 在岗位上 他没有想到他老 做事情都非常有精神 一退休了 老了才退休嘛 一退休 马上就想到老了 两年没见面 好像老了十年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了的时候 他就想病 这个地方痛 那地方痛 就常常上医院 那边一段时间 他就想死 那结果真的死了 都走了 很多同学朋友都走了 怎么会走得那么快呢 思想不振 想外了 那这些老朋友 又看到我 好像我没有老 为什么没有老 从来没有想到老 天天想着金本 我要怎么样跟大家来解释 把金本里面的东西 讲清楚 讲明本 从来没有想到老 年岁是年年增加 但是真的是不老 无论在精神体力的时候 都好像保持 原状 26岁学佛 在年年都保持26岁的状况 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啊 阿密陀佛 阿密陀佛 阿 祢 陀佛